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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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继续去接力捍卫言论自由 撑言论自由 首先很感谢文间电台各位兄弟 在帮忙继续设计这些台台 这些东西 同时很不记得 在这个公民广场的后面 还有刘南光和牛在这里绝食 希望大家看到这个直播的朋友 大家可以今晚 明天 甚至是来到星期日 都来到这个公民广场这里 我们由5点开始 由我们RTV 跟大家热一热身做一些清谈直播的节目 同时间在7点开始 就会开始民间电台的FM102.8直播 今天在我身边 有一个大家都认识的朋友 很久不见了各位 都不是很久 对上次 大家记得可能是补选的时间 很久很多年前 就是河内 阿Loy姐 大家知道阿Loy姐都是因为动物权益 她跟开动物权益 和保育的议题 所以才广受欢迎 但是我记得阿Loy姐好像在之前那几天都来过 星期六 我觉得不是很好意思 因为其实最近没有蒙爆 又跟着现在河处修例 又跟着修例的公众咨询 最近我又进了JR 就是JR仰岳医院 有很多Case study 所以其实我也抽不到很多时间 星期六晚就是来探望大家的情况 都因为香港我们的公民意识 其实真的是一代强一代 我觉得在这几年前 我叫我们现在已经是上一代了 你们接了手了 不要这么说 今天我也是藉着这个 还生于民的运动 我觉得是 希望继续支持我们香港的大气电波里面 需要有一个资源 是继续开放给我们的公民社会 这个DBC的建筑是一个很悲的事 过往我都在民间电台 其实在一零年那时候都开了一个节目 就叫做动物谋家处住家 就做了半年了 那时候很惨 哇 你有胆在这里说 很惨的意思是 因为我住在大嶼山 去到柴湾一出一入四个小时 我都做了半年 接着就在青海都继续做 也希望透着我的参与公民播放的运动 令到香港的动物权益 尤其是我们香港动物的这个subject 是真的没有渠道化声 我们主流传媒 无论他们的报道 我们没有一个主流传媒的节目 是讲到我们香港的动物权益 我们讲到动物权益 其实背后真正的意义 是一个生命尊重的意义 所以我们经常都要涉这些台 希望各位大哥继续努力 投放一些资源给我们的动物化声 今天就很多谢Michael 就开个时段给我过来这里讲一讲 那我们今天就 今天呢 其实除了真的支持这个言论自由 希望继续争取这个数码电台 政府有这个介入 希望可以继续做到民间的声音去服播之外 也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大家有什么东西想说 也可以透过这个公民广场 或者大气电波 甚至可能是网上的理讨 可以一起发声 今天呢 阿Loy姐呢 就带了来 说这个很少人说的东西 很少人说的 是很少人说的 就是这个 政府呢 刚刚呢 就是这个十月工 由这个食物及卫生局 原同这个愚户自然护理署呢 就发表了一个咨询文件 就叫做 加强规管草物买卖 以促进动物健康过福利的 是的 这个是这样的东西 内容呢 就不是很多页的 你知道啦 政府的咨询和他的态度 都是事事弹弹的 是不是呢 就是苏锦良又是事事弹弹的 是不是呢 这些是这样的事件 那这件 这件的 咨询文件 看到都很事事弹弹 好像只有二十多万 是 其实这件 今次修例的 这条例呢 就是这个139B 就是under 这个食物及环境 卫生条例里面的 动物及禽鸟的售卖规管 那讲 给一点点背景先 其实这条例呢 在二零一零年呢 是曾经拿过出来呢 就尝试收紧过的 那当时呢 就引起大家一个很大的回响 无论是这个 营运界也好 或者是动物界也好 也好 那因为当时的修例呢 其实就是 今次我要赚一赚政府的 其实要赚一赚政府 那谁要赚他呢 大哥 就是在后面那班那么衰 是不是才几天都不久了 那不代表他下面那些人做事 我们香港公务员 其实真的挺有质素的 公务员还公务员 政府还政府 是不是在上头做不到事 那不代表公务员不努力的 那我们有一班高质素的公务员 那其实他们都经过这么多年的 和动物权益的沟通呢 都知道香港是我们的 动物权益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条例呢 需要收紧和进化 那在2010年他尝试呢 就着这个 就是办卖动物的规管 作出一个修例的建议 那我们要知道呢 现在呢 在市面上呢 大家呢 无论是这个网上 或者是这个街铺 去买动物呢 其实很自由的 例如你走过旺角 或者铜锣湾 看到一些宠物电话 很有趣的 那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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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 一见到你就会很容易动心 很容易动心 去买 买了回来 就会有很多大件事 就会发生 那这个呢 就挺可惜的 因为这个文件里面 经过两年呢 其实呢 政府是绝对有这个能力 是将很多的案例 是摆出来给大家看 令到修例的说服力 是更加高的 但是就 我们就不见到有这个案例出现 那我现在才知道 那麽 是的 那我想说回呢 其实今次 这个修例的内容 那原来我不看呢 都不知道呢 原来 这个 关于这个草物 呀 动物的买卖呢 如果违规那些罰值呢 是很低的 是很低的 就是很低的 就是说大家 相信啊 真是 猜不到 那麽烤煞更贵 就是政府要人法牌呢 就有时候可以贵到它 六亿多 那样 但是原来呢 違反这个法牌条件呢 哇 可以是 哎 原来違反这个条件呢 是罰款 现在暂时 是罰款一千到二千元 是的 是罰款式的 就是犯罪来的 就是 没有案底 又没有什么跟 又没有什么手未跟 所以 那麽这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没有了客历 那麽制的罰值呢 相对于可能是 买个几万元的 命中货物来说 簡直是 哎 十七岁啦 所以就 政府建议的措施其中呢 就是把这个 由第一级 就是说最高罰款 二千元 就去到第六级 那就是 十万元的 違反太牌條件的罰則是由一千元提高到第五級 即是五萬元 說就說是提高了 但是都是沒有刑事的成份 我不知道這些善待草物組織是怎麼看的 它對刑事的角度 這件事件怎樣去到刑事的層面呢 就是要證實到那個販賣者是侵犯了這個房子 約束條例的169A 我們證明了那個販賣的人士 它是已經去到約束的地步了 那個層次你才升到刑事那裡 很無奈 其實根本現在我們香港 所有販賣動物的朋友 如果我們稍微仔細看清楚 其實個個都在約束的 為甚麼 其實個個都在約束的 我稍後給大家看一些案例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他們在做一個約束的方法去進行一個販賣的時候 這個修例 我們暫時在諮詢的過程裏面 除了我們其實贊成 當然我們會贊成政府提供這個刑罰 但我們會更加是要爭取的就是政府怎樣去執法 為甚麼可以令到這個法例是可以行使出來 還有他們現在去 他說我們收了法之後 我們會針對一些營運商 他們說的是一些大型的繁殖場 針對營運商是針對色地去打擊它 但其實那個漏洞 在現有法律裏面都有很多所謂的 我們叫做自家繁殖 Hobby Freedom 私人繁殖 就在今次的資訊欄裏面說這件事 先說一些故事 在2010年的時候 這個私人繁殖 這個自家繁殖 這個term 就是被我們動物界的朋友反對得很厲害 因為當時他們的修例就是容許任何人 他家裏有兩隻寶狗 就可以售賣寶狗下一代的動物作為營業 這個是一個豁免來的 我們大家清楚 這是一個豁免 就是不用拿牌了 不用的 不用的 你家裏 其實我們不知道你家裏有多少隻沒有狗 你隨時可以升職 我只有這兩隻小狗 這兩隻小狗生出來的寶寶 他可以放在網上賣 或者放在寵物店賣 或者他們自由在他們的街坊買賣 都可以做 這個豁免就是當時我們動物界 是反對得最重要的 因為這個豁免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漏洞 是開放給所有 現在已經是政府嘗試修例去批管的營運的行為 放開一個很大的責任 讓他們繼續做下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就說要發牌規管範疾 以及售賣九隻的人士 哇 很嚴重 如果 會不會是令到這些 平時可能就這樣 真的自己 我想著 給回一兩隻 給朋友 到最後 糟了 這樣不小心 又不中婦居 這樣 這樣 可以說嗎 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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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是做動物界的朋友 一直希望政府去收緊這些行為 為什麼呢 我解釋給你聽聽 我現在就拿幾個例子給大家看看 有例子 做足公佈 好 不是抹黑的 這個就是 梁振英才會抹黑我們 是不是 我現在手上提供給各位看的個案 其實只是在2011年 我接收到的個案裏面的其中一部份 這隻是一隻西斯 大家都見到 其實很流行 種物界裏面 就是一種流行 擁有的動物 這隻西斯被人丟了出來 遺棄出來 這隻 大家都認到是一隻雪梟 雪梟在香港 都是一些熱門的草物 都是私人繁殖很多的 或者是踩界繁殖 踩界 這隻簡直是繁殖牆 扔出來的 因為我們的義工線報 就是因為他們在追蹤著 就是監察著 他們附近 在元朗區 一個監察的繁殖牆 去看他們的營運 因為他們很厲害 他們把繁殖牆 全部是很高的圍板 圍到20尺 就算我們的義工想去偷影 也很難偷影到 他們去年 就丟了一隻雪梟出來 因為當時 業界 其實過去那兩年 一直有很多是倒閉的 因為他們政府局的修例 在2010年的時候 就要求所有的狗隻 出賣 要提供狗隻的來源 很多繁殖牆 其實 沒有來源 找不到 追蹤不到 這樣走 原來牠多壞 沒錯 我們現在賣的狗 就是透過這些本地的繁殖牆 其實現在本地的繁殖牆 很多狗 都只不過是一個碼頭 就是一個碼頭 用來做甚麼 就是接牠們 大陸偷運下來的狗 因為我們在香港 現在在寵物店賣的狗隻 限定幾千元 最便宜的那隻都幾千元 但是在譬如 你在深圳或者廣州 偷運一隻狗過來 只不過是幾百元 嘩 差了 就是 大家都明白 大陸運下來的 雖然風險高 同時間 其實是方便 對 很容易 業界的人士 都承認了他們業界裡面的狗隻 90% 都是來自廣東一帶的地方 供應商的集體繁殖牆 那這隻 我們懷疑是 當時的繁殖牆 他們接收了一隻狗之外 就不知怎樣處理 就扔了牠出街 餓了幾天 被我們的義工救了回來的 我們再看兩隻 看多兩隻 這隻 就是黑色的圓巫的季虎狗 也是現在 流行的養的品種 那這隻就很特殊 這隻比較業界小 還有修例比較小 就是一些繁殖牆 他用來作實驗 這個做法 就是一些雪梟 混成本地的狗 混成之後 那個樣子 就覺得這時候你知道那些客人去買動物 你覺得他樣子很陌生 或者他的行為不像我預期那樣 不是我期待買那隻 就很難買 那這隻狗就是被一些買回去的人丟了出來 因為他小時候買回去就很可愛 那兩三個月之後就很難 大隻運種覺得不好 很大隻 買的人不知道那隻狗是會大的 那大了之後這隻就混到它很hyperactive 就是過度活躍啦 過度活躍 過度活躍這樣就被人丟了出來 講完這隻 這隻就是很明顯 就是很流行的德國牧羊犬 那這隻牧羊犬也是很明顯 這隻牧羊犬就是經我們的醫生檢驗 牠的盆骨是有問題的 那講一下就是 原來所有所謂的名種狗 很多都是有這個基因問題的 那盆骨的移植位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那這隻牧羊犬就是因為 我們收養 就是rescue牠的時候 大概是剛剛過一場的 那牠已經是不良於行了 所以都是被人丟了出來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麼多這些例子呢 那這些就是反映著我們現在 其實在修例裏面 是在面對著一個什麼的問題 一個業界裏面的什麼的問題 先回來先 我們現在講回修例裏面的那個要求 有什麼要求呢 這樣修例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那個著重的修例呢 就是focus 在政府呢 是要求所有供應辦賣的動物呢 都要提供到它的出處 那個出處 有來源 有來源 現在的寵物店呢 其實我們要取消那個牌照呢 就不是由漁護署那裏可以取消的 是由一個衛生調位那裏取消 哦 就是因為衛生 就不是因為它不善待動物 是的 沒錯 就是兩個部門 亂來這樣 現在搞到這樣 現在就比較分裂的 因為現在它 無論你是寵物店 或者這個繁殖場 如果你要取消牌照呢 其實是沒有方法 沒有方法可以取消到它 新的立例呢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就是附於漁護署署長呢 它可以根據那個 經營者對待動物的手法 或者那個方式呢 證明到它 證明到它那個 管理不善呢 是可以取消它的牌照 聽起來就好像好 不過呢 如果看回阿萊姐呢 在這個Facebook上面 投的照片呢 就是一間可以下一節 我們講一講 就好像不是很多人看的 那所以呢 究竟 就是這個資訊的過程 又或者那個文化的過程 是怎樣呢 我們一間可以休息一下再講 好 再和公民廣場 和這個網上的朋友 在看RTV直播的朋友 講一講 現在我們在公民廣場 在做這個接力的宜播和直播的 那由這個RTV和這個文化電台 是一起 在今天開始到接下來的星期日 我們都會繼續在這個公民廣場接力 那我們都希望其他的網台 或者你看到這個直播 又或者是聽到這個廣播呢 也都可以馬上過了下來 我們真是很需要大家 繼續撐原諒自由 繼續 為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為我們香港人發聲 好 稍後回來 各位 我們這個特區政府 是算盡 度盡 他說這些電 是要記者才可以查 沒有記者證明可以查 我們假假地都是門家電台 我是台長 所以我就查 我要告就告我 在這裡欺善怕惡 所以呢 現在他在網上看著的人 你是想捍衛 沒有自由 麻煩你出來 我可以用臨頭告訴你 我們是不服的 我們是憤怒的 不要被這幫柴狼笑得開心 公民方面就是 謝謝阿牛 大家聽到 在網上面前 在罵TV 大家看 SOLAT直播的朋友都知道 剛剛 民臺的台長阿牛 就說了 就是 政府總部這裡的公民廣場 這個 梁振益 旗下管理的這個地方 他就給我們集會的人士 就是用這個電源的宣佈 就說有記者才能用 相比可能 再之前我們有這個大聯盟 我們有這個大聯盟 河民思潮的集會 楊振英說 就是用最大配合 這個態度是完全是差天独地的 希望大家 在網上直播的你 快點 可以在今天 今晚 7點 來到這裡 公民廣場 我們繼續 集會 繼續 捍衛我們的言論自由 好 我們回到這個 動物出拳 RTV RTV 撐言論自由 一個廣播 動物出拳 剛才 在休息之前 我們說過 如果真的監管這個動物 對想養寵物的人 第一 有沒有好處 有什麼保障 會不會好像在街上 哎呀死了 在街上就沒得賣了 會不會影響他們的權益呢 又或者是否少了選擇呢 這些 人家知道 一說什麼規管 什麼規管的時候 總有些人就說 麻痺 麻痺 就是 你是動物權益可惠者 麻煩 對於鏡頭 或者在網上 有些人 吃下魚類 好 好 好 我們現在嘗試從兩個方向 去講一下 其實修例對我們香港的民 其實它應該要回民生的角度 或者我們的消費角度去看 大家會見到這件事的重要性 雖然很可惜 大家的討論很低 但是我們要知道 現在其實香港人 越來越多人喜歡養動物 以往我們的小朋友 很害怕動物 現在都 周家都會看到這些動物 在那裡 人家的公共圖村 不給養的都養了很多很多 在那裡 那些動物是怎麼來的呢 很少人不問 大家就看到 很有趣 但是原來 背後的經歷是挺恐怖的 我又拿一張圖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很多人 第一個途徑就是 我們一買一養的動物 就第一時間想 我要養一隻什麼動物 然後去哪裏買 這個很好笑 好像貴了 對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很重要 很多人去養那隻寵物 尤其是喜歡名種 因為牠漂亮 或者看完一部電影 很崇拜 覺得電影裡面 那隻狗很可愛 就想自己買回 一隻品種 就一樣會這麼可愛 那這些其實 有很多假象 在社會上面 我們去消費的時候 其實公眾有沒有一個方法去知道 如果我們想買這隻狗 那個所謂的名種 其實是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沒有一個圖 或者沒有一個資源 是給大家知道 你買的 無論是金毛尋梅犬 或者是一隻長毛的貴虎狗 那這些知識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養一隻貴虎狗 和養一隻金毛尋梅犬的方法 是完全不同 或者養一隻糖狗 的方法都完全不同 但公眾是不知道的 公眾會只是覺得 我買一隻狗 可以給牠吃 可以幫牠洗澡 覺得很漂亮 但很多時候就會出問題 那這些資訊 其實在寵物業界裏面 它本身是我們要求政府 希望業界 是秦行到 或者政府 是要提供到這些資源 給公眾 去保障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如果花一筆錢 去買一隻狗 大家要知道 最便宜的狗 是幾千元的 在寵物店那裏 幾千元買回來那隻狗 原來牠們只是用三百元 去廣州買回來 而且不知牠們 偷了一隻什麼狗 去養回來 這樣生出來 這已經是最表面 你買了那隻狗 如果牠們不適養 或者是我們很愛 我們很愛心 買了一隻狗 很愛牠 但是如果不適養 牠會很容易死 第一 第二就是 我們買回來那隻狗 我們買回來那隻狗 現在衝室在寵物店上面的狗 我們以後動物界 就是動物愛護協會的獸醫 已經說 我們在寵物店裏面 所有狗 全部都是病狗 病狗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買回來 可能兩三個禮拜之後 你就要開始光顧獸醫 每次光顧獸醫 最便宜的那支生 都是幾百元 有些要幾千 甚至幾萬 這個是長期要花下去的錢 但是就是 關於選擇的那方面 就是 現在這樣講 就是 通常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狗的那方面 就很多是規矩 但是你知道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少了選擇 你也是明白的 會少了選擇 少了選擇 這個選擇的問題就是 第一 我們在選 可能是健康了 是不是 會不會有這樣的 第一就是 如果我們經過生衛之後 提供這個選擇 會不會少了呢 不會 因為那個選擇 只可以經一個合法的渠道 來去提供這個選擇 因為那個合法是存在的 只不過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貪便宜 因為貪便宜 所以就去買一些 叫做便宜了的寵物 但是那些寵物 其實原來買回來 不是你想買的那隻寵物 就是未去到 大家很健康 很容易接受的質素 對嗎 對 你都認為 在這個修例之下 可能買回健康一些草物 自己省一筆 不是一筆的 是永遠的 因為如果我們 引起一些外國的例子 外國的例子就是 他們如果是從事這個寵物業裡面 所有繁殖者 必須是一個專業人士來的 它不是好像我們上一屆政府修例裡面 是容許或者豁免自家繁殖 自家繁殖 自家繁殖的意思就是 我是嗜好 我是嗜好 我是嗜好的 我喜歡這隻 沒有搞混 另一隻狗公 我來生一隻便宜出來 很可愛 這個是家庭的子女做問題 這個做法其實是會帶來很多很多的問題 因為所有在外國 他們提供一個寵物業的供應 那個專業資格是要求那個繁殖者 本身是非常之熟悉 這隻動物的有關知識 包括牠三代護母的知識 和那個基因的監管都是很嚴謹的 這個是保障什麼呢 保障消費者 你如果買一隻 譬如我想買一隻金毛尋回犬 那些金毛尋回犬 大大小都是帶一隻金毛尋回犬出來 它有金毛尋回犬的特性 或者個性 它那個病 因為經過如果近親繁殖 或者是一個雜種的繁殖 它們那些隱性的病 是不會發作出來 那這些都是我們講的 長遠 不單只是你講的幾萬 或者幾十萬的 永遠的醫療那個照顧 還要是講的 我們作為一個道德角度去看的時候 這隻動物是要減少 就是受害者的出現 那現在我們見到 剛才我改的例子裡面 那些動物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我們在動物界或者動物治公界裡面 每年是超過 我們講的是八百仙的動物 是被遺棄 很多這些被遺棄的動物 很多時候是什麼呢 是被人佈了搖護處 然後拿去搖護處裡 是人道毀滅 我們講的是用工幣 用工幣去殺一些繁殖者 它們本身不負責任 繁殖了一些 因為它們隨便 隨便 我不想知道 我不想來到這裡 於是很多人在講 現在是 依然是過數以萬計的動物 是用工幣去殺 好 剩下一點時間 我就要去下一個節目 休息之前都說過 我都希望 這個收禮 關於售賣草物 收禮的諮詢 其實不是很多人注意 之前政府 我聽過 好像是搞了一個諮詢會 但是諮詢會 好像很少人 你知道 政府一搞到諮詢會的時候 就想人家那些 就會收拾賣賣 不會告訴你 哪裏有 哪裏有得說 對不對 好像今天這樣 政府不聽你說話 對不對 他想你講話 講那個方向的時候 就大大聲地賣 對不對 又是要起樓 之類的 那 內姐以你這麼多年 關注和物業的經驗 今次 加強批館草物方面的諮詢 過程 你覺得政府有沒有那些 又是那些不行 還是又是那些三個屁 我覺得他們很有心無力 其實他們 我們要知道 那些法蘭匯處裏面 那個管理市組 那些同事是以這個獸醫作為領導 就是獸醫行為做領導 那你想想一個獸醫 怎樣懂得去做公眾之心 那就是他們沒有 你知道這幾年 政府很喜歡花錢 OK 就是庫房多錢 對不對 就是庫房多錢 他喜歡洗就洗 對不對 就是我們這些刁民 打算用它 兩三格電 是不是 兩三道電 他又不用 你知道這些政府的諮詢 的時候很喜歡 就會用一些 叫做諮詢公司 或者一些顧問公司 但是很奇怪 如果聽你這麼說 他都好像沒有用不到 顧問公司 沒有啊 這次是沒有啊 其他那些部門 好像一間所說的 承規問題 就很喜歡用這些 顧問公司去問問你 問問我 那條河會怎樣 那條街道可以怎樣摺 在新界東北邊 好像SIMCITY 都會問問你 那些全部有財團 勢力都在背後 還有有顧問公司 對不對 就是他很喜歡 就是找些東西 砌砌砌砌 這樣給你 這次他沒有 很用公民公司 就是搖護處的同志 直接出來 去進行這個諮詢 這個問題 你問得好 因為其實 動物政策在香港 其實真的需要公眾的關注 所以我們這些公民抗命的渠道 一定要存在 尤其是這樣的政策 如果我們沒有主流傳媒去關心 去將討論提出 或者是將一件 其實是重要的 這個對於香港人 怎樣去對待動物 或者是對待動物的背後 那個政策和那個市場 是怎樣影響大家 怎樣影響公民 其實就是過往一直 政府沒有把資源放下去 變成他們自己的官員 進行諮詢的時候 都很放弱 所以除了一般市民 那些動物義工 我們天天都見到 天天都救到一些很慘的 即是被人砍了幾刀 或者被人餓到皮包骨 很多這些動物 扔了出來 有經驗的動物朋友 我們會知道是多嚴重 多麼需要做 但是一般市民 如果我們 政府又要 你放隻狗出來 下街又說不准去這裏 大家其實在一個成績裏面 你會見到 為甚麼我們的成績 好像這麼乾淨 所謂的乾淨是甚麼呢 原來我們在用工幣 在這裏濫殺生命的 每天 如果濫殺 這就是所謂我們的公眾管治 這種管治的模式 如果我們再是默不作聲 繼續容許 繼續進行下去的話 將來 即不是將來 現在這裡已經是 我們拿幾道電 其實都是工幣 工幣給公民用的電 為甚麼 這個團體大一點就可以用 這個團體小一點就可以用 這個團體小一點就可以用 都是同一個出處 即那個思維和原則 那個定位是甚麼呢 所以 我們需要這些渠道 令到這些隱藏的悲病 這些政策的悲病 是可以得到呈現出來 可能對很多公眾來說 港澳的政策很不重要 但如果你覺得 喂 如果我在銅鑼灣那裡 在市中心 我要開一個公園 現在的維多利亞公園 其實都是不給狗大進去的 如果你在城市規劃裏面 每一個社區 要投放一個動物 有善的資源 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是影響整個香港的規劃 政策 那個財政也是一樣 那個財政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看 如果我們去養動物 我們的動物 是對待它 只是我們財產的一部分 還是我們從一個尊重生命的角度 去看這隻動物 所以這個政策的修例 其實就是要在顯張 香港作為一個民營社會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看待 這些不懂得說話的弱勢 是不是 所以我們這些 經常去執屍 去救 總之是救的 救了一群人 我們要幫他們說回來 這個是我們大家公民的責任 去認識回 原來除了貧窮之外 我們有一幫非常之非常之弱勢的 公眾持份者 就是我們香港的生命持份者 這些動物 我們香港人 為什麼會給錢去買一隻 金蠔巢圈 但是原來沒有人去照顧 我們本土的糖狗 這個都是需要 我們逐步逐步的 繼續的功能運動去做出來 好 今天多謝了 Roy姐 講一講這個 有一個聰明的賣牌規管 大家在網上 和在這個廣播群上聽到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公民廣場 由民間電台和RTV所剩下的 這個接力廣播運動 希望大家聽到這個廣播之後 真是在今晚7點 來到我們這個公民廣場 因為如果夠人多 我們還是繼續被政狀 被行政署 行政署 真的佛善可塵 五分鐘之後 我們就會有 另外兩位嘉賓上來 跟我們談談另外一些話題 包括陳耀青 和譚海邦 五分鐘之後 我們繼續回來